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你收看我們今天8月21號 禮拜三的裁員廣進 今天禮拜三正好是台子期的結算 可是你會發現到 今天那台子期結算 好像跟以往不太一樣 為什麼 因為好像連動都不動 我們仔細看 整個指數呢 從早盤一直到快收盤之前 台北股是最高漲22點 最低跌18點 那上架空間大概只有40點左右 那為什麼摩台的結算 到這個時間點 台股它沒有波動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現象 好 那各位其實答案 我們在昨天的節目裡面也好 或者是在昨天的Line Edge裡面也好 我們都已經提早跟大家做分析了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我希望我的Line Edge能夠幫得到各位 因為我在分析的是未來的盤勢 然後我再從未來的盤勢裡面 我們去擬定現在我們的一個操作策略 好 我們仔細來看 昨天我們在Line Edge裡面怎麼跟大家說 為什麼今天台子期結算呢 為什麼台北股是不動呢 好 各位你仔細看 昨天8月20號 在我們的Line Edge裡面 你看喔 這是8月20號 在我們的Line Edge裡面 我們昨天怎麼跟他講 因為外資前一天的期貨倉位啊 他的口數呢增減是零口 什麼叫做零 就是沒有買沒有賣 我說在二十幾年以來 我幾乎我印象中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維持在差不多3.8萬口 那我昨天就跟他講嘛 可見外資在等結算 那很有可能昨天 這是昨天的 我說很有可能他昨天就已經提早結算了 所以台北股是昨天震盪比較大 那是合理的 那當外資已經提早結算完之後 難怪啊 今天的盤不動 因為都已經結算完了嘛 對不對 好 那既然結算完了 那也跟大家預告了 昨天已經提早結算了 那現在的重點是 台股未來會怎麼走 對 下一個階段 台北股市他該怎麼走 還有沒有機會再往上攻 那你今天看我測標 應該已經知道答案了啦 因為到月底的時候是摩台結算 那我認為在這個時間點 外資正在為摩台的結算 摩台拉高的結算去做準備 為什麼 我們再次來看 後面要怎麼去研判 昨天我就跟大家講 接下來你要留意新倉的佈局了啦 因為從今天開始就9月份了 所以呢 如果能夠來到4萬口之上 那月底摩台的結算 台股還是有機會拉高結算 這代表說什麼 你台北股市還是要繼續往上攻啊 那是不是台北股市能夠繼續往上攻 各位我們仔細看 台北股市的行情規劃 8月7號我就跟各位講 台股在走區間 區間的目的在等月線成本下來 台股要過月線 這幾天我在8月19號 我跟大家說 因為期望要結算了 台股會怎麼走 看起來有機會過前高嘛 可是去過前高不代表台股往上攻啊 台股還會整理一陣子 還整理個幾天啊 因為8月19號跟你說6天嘛 到今天為止大概剩4天 什麼叫做剩4天 我們仔細來看啊 現在整個月線的成本位置區啊 將近在這個地方 年禮拜四了嘛 禮拜四 禮拜五 禮拜一 禮拜二 剩最後4天 整個月線成本它就要下來 好 整個月線成本就要下來 所以台北股市它有機會去過月線喔 那過月線有沒有機會再往上攻 那這有一個背景在 那到底這個有沒有機會再往上攻 甚至於9月份 有沒有機會延續這個行情呢 再往上漲 好 那各位 今天在我們的LINEX裡面 我已經把幾個重點跟大家說了 我們仔細看喔 這是8月21號今天的LINEX 你看喔這時間點都在盤中了 10點多我就有跟各位講過了 你仔細看喔 我說現在多方正在醞釀月底 摩台結算有拉高的機會 為什麼 第一個 結算前外資啊 倉位不減反針 什麼意思 照理說今天期貨結算 你外資的倉位應該是要縮減 因為你要結算了嘛 你縮減是合理的啊 可是呢在昨天的時候呢 外資的期貨倉位增加了3000多口 反而在這個地方來到4萬多口 那可見的呢 外資在期貨部位還是偏多操作 有沒有 那既然外資偏多操作 那起碼台股有撐啊 那台股有沒有機會機會往上攻呢 看國際股市的背景 什麼叫國際股市的背景 因為你從美股的技術面來看 同樣再過5個交易日啊 它的月線成本也開始往低點扣底 所以最慢下週 美股有機會站上月線 好 各位仔細看喔 昨天道琼跌下來嘛 可是還是走區間啊 它月線成本在這裡嘛 照樣再過4 5天之後呢 月線也下來 那有沒有機會過月線 我跟你講喔 會先過月線的應該在科技股 那現在科技股離月線最近 比方說廢半 這兩天都已經挑戰月線了 可見美股有機會上月線 所以你這個地方你說 要說台股走空台股不會漲 不太合理啊 為什麼 因為現在啊 最近的路股表現不錯 因為路股這兩天已經再上月線了 好 已經再上月線了 所以底部浮線 所以你仔細看嘛 上月線了嘛 對不對 路股也不會跌啦 美股要過月線 路股也上月線了 所以呢 我跟他說啊 籌碼面跟國際股市的結構 有利台股增上月線 而且9月多頭人有可為 OK 好 整個Lite裡面都跟他分析的很清楚 那我跟各位講過 如果說你對盤是不了解 到底台北股市會怎麼走 不清楚的 我歡迎你加入我們的Lite 因為當你能夠了解盤 它會怎麼走的話 你才知道該不該買賣嘛 你才有機會賺到錢啊 那既然盤沒有問題 那當然啊 這樣的盤是我們去把握什麼 把握第一檔賺錢的機會 什麼叫賺錢的機會 各位仔細看 雖然今天台北股市指數它沒有動 可是呢有些個股它會先動 為什麼 你看上月指數就知道了嘛 指數沒有什麼動嘛 上下40點嘛 可是上月指數今天比較強 因為在區間的盤局過程裡面 它現在先以個股表現為主 那個股的操作呢 同樣的在Lite裡面 也跟大家做過解說啊 你仔細看嘛 當初有低檔的時候 我就跟各位講過了 好的股票你就先買吧 你把你的成本這樣壓最低的時候 你不會有那種什麼 追高殺低的疑慮啦 反而這種盤還會上漲的時候呢 你的操作你只要成本夠低 你一定賺得到錢 舉個例子來講 當初跟你講加金 7月23號42塊7 你看當天還沒有大漲喔 沒有大漲我叫你買 為什麼 因為隔天它漲停啊 結果四天的時間23%嘛 對不對 7月29號來到525嘛 就7月29號525附近 我就開始獲利調節啦 有沒有 獲利先賣嘛 獲利先賣嘛 是不是加金 很清楚嘛對不對 好那當這樣的加金高檔獲利調節之後呢 我8月6號 我8點47分我預告我們要進場買 買什麼 有低檔再買 買完之後咧 開始拉嘛 拉完之後你最近你會發現 指數沒有動啊 創新高嘛 到今天為止呢 還是在創新高 特別你想想看喔 你的一筆資金 你只要操作一檔個股 有買有賣 前面賺到13% 後面第一檔再買回來 又賺12% 超過三成 有沒有超過三成 你看這樣的盤 你可以超過三成 你為什麼不賺 而且這些訊息 我們都有放在LINE裡面啊 所以我說你看我們的LINE 你絕對賺得到錢 你想要賺錢你不要偷懶 加入LINE又不用錢 甚至於我盤中的時候 我就告訴你整個操作的策略 好多股票 我們都在低檔跟你說 舉例來講 當初的TPK嘛 對不對 低檔買完之後 當天開始拉嘛 拉完之後上月線 上月線之後再往上高 然後呢再創新高 結果近期呢再創新高 有沒有到今天為止你看喔 指數沒有動 3016的加金創高 前面已經賺一段了 3673的TPK呢 你會發現到低檔買完之後 看起來這幾天又要創新高 只差7嘛 所以當你在低檔 能夠先領先進場 這樣的操作模式 就是我跟你說的 我要給你穩健的操作 好不好 那現在我們在佈局 下一波新的股票 那新的股票到底在哪裡呢 我們這兩天在LINE裡面 有跟各位解說 因為有些個股 現在法人都在偷吃 當台北股是有機會過月線 代表說有些個股還要往上衝 那你現在低檔先買的話 你不會吃虧好不好 那如果說掌握不到 這些訊息的 很歡迎各位跟著一起來 台股是有機會 9月都有機會 但如果說這地方你不賺 會很可惜 所以呢 如果你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今天給各位一個 短期致付的方案 什麼叫短期致付 很多人都只有一個月嘛 短期就是一個月嘛 但是你今天短期參加一個月 我再送你三個月 但是只有這一檔 額滿我們就截止 好不好 所以想要在短期間致付的 今天參加一個月 再送三個月 廣告之後打電話進來 我們明天見 拜拜 也有價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